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去拜访一群人 要一个一个去拜访 或者是去巡逻很多地点 或者是如果是谣言 甚至连病毒 我们都可以说make the rounds 如果是从一个人被传到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人 医生 有时候我们会形容医生 不是每一天都要去看他负责的那些兵人吗 我们也会叫make the rounds 如果是政治人员需要去拜访他每一个支持者 去确认每一位都愿意投票给他 那这个流程也可以叫做make the rounds 或者是making the rounds 来 我们一起找一个例子吧 托尔斯泰 托斯特在他的最有名的小说之一 Anna Karenina 有使用到make the rounds 这个片语 有一个艺术家 就是Karenina先生跟Karenina女士 有去拜访一个艺术家 说想要买他的画 可是这个艺术家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完全不懂艺术 他们是不是为了表达他们很懂文化 很文雅 所以他们就是去拜访每一个艺术家 make the rounds 是不是 来 我们看一下 Most likely they've already looked at all the antiques 他们最可能都已经去看过所有的古董 and now they're making the rounds of the studios of the new people 然后现在他们要去拜访每一家美术工作室 and have only come to me to make the point of view complete 所以他们来找我 只是为了看过每一家 那么除了医生 政治人员 谣言 病毒之外 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有警卫或者是警察去巡逻 也可以讲make the rounds 来 我们一起练习一下吧 Today I must make the rounds of all the classrooms and make sure they have enough chalk 这句话就代表我需要负责去每一个教室 来 大家一起练习一下 Today I must make the rounds of all the classrooms 大家有讲吗 要讲出来才会记得 来 一起再练习一遍 Today I must make the rounds of all the classrooms 嗯 讲得很好 学英文就到百院千尚英语家教 然后要记得请订阅或者是按赞 就可以听到下一次的课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前代表长 表面 phenomen compart到了